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即将来到妙城广场是由桃园大西桃园大西的三皇宫 是我们桃园大西三皇宫 三皇宫来到妙城广场前 来跟各位介绍我们到达前方的这些我们将军们 首先我们来介绍这一尊 这一尊是我们叫做流氓太子 流氓太子神尊 是我们大西桃园大西三皇宫 好我们前方稍微让一让 尤其在舞台前的各位乡亲朋友们 我们各神尊 是我们也要请在舞台上舞台上两边的朋友 都要往旁边不好意思 尤其我们各神尊到达妙城广场前 要来做参拜的动作 是跟神明之间的参拜会相 所以请各位不要站在正中间 好有我们的流氓太子 是我们的桃园大西三皇宫 是我们的桃园大西三皇宫 三皇宫今天特别有少公主 少公主在哪里 少公主会会少啊 非常年轻啊 我们的少公主特别来率领啊 有我们的三皇宫今天呢 有流氓太子 以及雷公电舞 共同来到2020元宵节的活动 所以各位乡亲朋友们 龙潭豪园龙潭的 元宵银财神的活动 现在已经是进入到全台湾 非常重要的一个庙宇文化 我们龙潭叫做南风炮北天灯 龙潭银财神 每年路的银财神的一个活动 期间都可以吸引到非常多的外地朋友们 来到龙猬公庙餐 gives up 龙猬工庙餐场前 来到龙猬公庙前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 在稍早之前 有日本的青商会来到现场 也来共同参与我们的龙猬公 银财神的整个绕境祈福活动 在现场也看到很多的外国朋友 啊 哈喽 刚刚我亲自去打招呼 有碰到从法国来的 路豆 哈喽 路豆 本酒 哈哈哈 因为呢这个法国语说你好 叫做本酒啊 客家话本酒是什么意思 配酒的意思 本酒 哈哈哈 因为路豆呢是我们的国系好朋友 所以特别来介绍一下 欢迎您啊 欢迎欢迎 好我们现在现场可以看到非常多的 相信朋友们我们有镇头进入到庙城广场前 请各位呢 要给予掌声 谢谢我们所有参与的各宫庙 谢谢你们各大镇头 好即将进入到庙城广场前 是李公将军 来我们在客家文化当中啊 有一句客家话 各位知道吗 英公的兄弟公 各位知道吗 什么意思 兄弟公 就是想雷的意思啊 我们雷公叶母 怎么说 在客家庄的村庄文化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五谷丰收 尤其呢 进入到我们的春天 春更下雨秋收冬长 所以在春天的时候 听到一声雷声响 就知道我们今年一定会五谷丰收 因为雷声响代表着有雨水 雨水代表的是什么 能够有灌溉啊 所以呢我们前方这位是我们的雷公将军 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看到我们的流氓太子 以及雷公及店母 都是由我们桃园大西山王公来带来的镇头团队 在此呢也来公祝桃园大西山王公香火鼎盛 当然我们桃园大西山元公 来到龙元公庙车广场前 用的少公主来率领我们山王公 来公祝龙元公香火鼎盛 是的现在我们雷公跟我们的店母 然后来会神之后呢即将进入到六层广场前的是电母 各位都知道雷电雷电在我们大自然的气候当中有知道雷雨电 当然在我们雷雨电的过程当中知道我们听到雷声听看到闪电 这个是我们大自然当中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 尤其在我们乡下村庄地方能够听到雷声 春雷一响代表着万物生长 春雷一响以水来灌溉我们所有的五谷 也能够带来五谷丰收这也是我们地方非常重要 所以呢各位每年的农历四月二十六 大家都会来山珠公来拜拜 原因也就是要为我们五谷丰收来这边 来感谢我们五谷神龙大帝 所以各位来到龙元公 请问知道共同的主神是什么 各位知道吗 知道什么主神五谷爷是的 五谷爷五谷神龙大力 请问知道各位知道五谷哪五谷 请问五谷是哪五谷 赶快搜寻 是的现在是我们的桃园大西三万公 有我们的雷姆进入妙声光场 在此来工作龙元公香火点圣 龙元公主任委员陈德雄率领全天 来工作桃园大西三万公香火点圣 好我们前天 所以所有各位乡亲好朋友